这回我的感觉不能用动动嘴来总结它 实际上是趋于压力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 我们老说叫5678 就有50%的GDP 60%的税收 70%的就业 80%的企业数 所以从这些角度看 民营企业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 不是之一 非常重要 甚至是最重要的 它活力也在这 但是在过去 你像改革开放已经45年了 过去干得好好的 那为什么在2012年之后就开始变了呢 中国政府问没问过自己 到底哪出了什么问题 我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但是在这个时候 你看像马云等等 大家现在最大的一个做法 就是用脚表决叫润 现在在过去几年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就是润 润就是英文的润 就是跑 对吧 有那么多的企业家 最后呢 他离开中国 把自己的资产带走了 他实际上刚才胡敏都讲了 其实企业家想离开自己生生出生 长大的这个土壤啊 实际上就失去了很多的机会 那即使是这样 他不要这个机会 他也要跑了 那你想 这个东西改变没改变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你说我一直支持民营企业家 这句话啊 这个是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的 所以呢 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啊 国际民退 党领导一切 政府参与几啊 或者是指挥几啊 这个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 又用这个共同富裕啊 反垄断啊 这些这个做法 最后呢 使得民营经济的整个的发展啊 现在呢 进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 一个衰退的一个状态 尤其是在过去三年 这个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啊 动不动就封城啊 就封路啊 所以让大家都看到了 看到了这个政权啊 这个无边的权力 巨大的 没有边的权力 吓坏了 所以民营经济啊 现在呢 大家都开始要 有机会就开始跑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简简单单的说 哎呀 说我们旗帜鲜明 坚定不移的支持民营经济 这个能不能改变 大家的真正的这个信心 建立起信心呢 就像有的还走得更邪性的 像这个 我看到报道说 这个海南省政府 就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 说这个对于民营企业家 能够不 这个犯 这个犯错了 或者犯罪了 能够不批捕就不批捕 能够不 不判刑就不判刑 哎 然后呢 现在在积压的 能放就放 哎 你就怪了 是吧 那你原来干什么来着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真正犯罪了 真正犯罪了 为什么就要把它放了呢 对吧 那就是说 只能说明一条 中国到目前为止 它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它这个国家啊 还是人治的 这个法都可以当成一个小面团 随便揉来揉去 那他如果要是领导改了想法怎么办 那就是不应该抓的 也可以抓 不应该判的 也可以判 不应该捐在监狱里的 也可以捐 那你这个事 大家实际上都会反着理解的 所以我想啊 光说 这是不行 大家还是要听老祖宗的话 听其言观其行